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扩大油料生产 而想要缓解食用油紧缺 就不能忽视棕榈油 它被誉为植物界的油王 一提起食用油 人们自然会想到大豆油 花生油 菜籽油等等 那么什么是棕榈油 消费者对它又有什么印象呢 一般家里用什么油 花生油 知道什么是棕榈油吗 没有 知道什么是棕榈油吗 不知道 在超市货架上 根本看不到单独包装的棕榈油 然而仔细观察却发现 棕榈油大多隐藏在食用植物调和油中 甚至多数含有棕榈油的食品 常常被植物油三个字所代替 消费而不为人知 棕榈油低调而神秘 走访中我们获悉 近年来我国食用油消费增长迅速 2006年人均食用油消费量仅为9公斤 到202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8.4公斤 市场需求激增 供应缺口加大 使得我国食用油自给率 由原先的42%下降到31% 进口依存度较高 我们平时消费的这个主要的油脂还是棕榈油 它就是通过这个棕榈油 它的这个特性可以榨出这个品相比较好的食品 棕榈油虽然是你认为你不实用 但是它在你生活中的方便 方方面面调和油里边 还有是我们吃的方便面饼干 还有我们的应用配方奶粉 还有我们日化 我们其实每时每刻都在用的 需求增加 自给率下降 因而食用油供应趋于紧张 据了解2018年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 我国进口美国大豆数量锐减 食用油和豆破缺口 部分转油 棕榈油及其附属品所替代 要认识到我们的那个紧迫性 大豆 我们减少它的进口量 那只有一个选择 大量的进口那个棕榈油 而棕榈油是跟着大豆油就一直涨价 那我们这种油的进口成本 要这种大幅度的上升 那最后还是转嫁我们消费者 目前我国销量最多的食用油 为大豆油 菜籽油 棕榈油 花生油 其中棕榈油占比食用油消费总量的近五分之一 2019年我国棕榈油进口达到历史新高 我们国家为了满足食用油的需求 每年进口将近600万吨 像2019年它都进口700多万吨 占我国食用油消费量的20%左右 您觉得这两年这个行业内的变化最大的是什么 我们的采购价格已经达到了差不多9000块钱一吨了 2020年年一初的时候 没有发生疫情之前是多少次 没有发生疫情之前的话 大概也就是4000到5000块钱一吨左右 在众多油品中 棕榈油凭借哪些优势 基深我国主流食用油之链呢 在国家热带棕榈种制资源谱 油棕分区 专家告诉我们 棕榈油由油棕树上的棕榈果压榨而成 原产于非洲 相比其他油料作物 品种优势十分明显 棕榈油的话就是不饱和脂肪酸 大概有50%左右 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胡萝卜素 维生素蚁 焦沙锡等一些功能性的活性成分 虽然是它应用的也比较广 它的产油量呢 平均可以达到300公斤每亩地 是花生的5到6倍 大豆的9到10倍 所以被称为世界的油网 油棕不仅出油率高 能四季采收 同时一次投入经济效益可达30年 总产油量已跃居全球首位 由此中国成为继印度之后的 第二大棕榈油进口国 棕榈油期货 它会受到国际上各种因素的影响 例如原油 还有这个需求 还有通胀 包括其他各种各样的利空 都会造成它的价格巨幅的波动 既然棕榈油需求较大 那么国内是否能够发展种植呢 我们来到海南省海口市三江镇 桥安村 这里有180亩连片油棕林 我们是200年开始 引进的第一笔油棕的 这个苗是从马来西亚引过来的 我们核种是马来西亚的那个挖桥的 当时它不仅是大力发展 以前这个油棕展业 它是棕榈油的 走访中得知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是国际上重要的两大棕榈油出产国 生产量约占全球总量的85% 2005年 他们与中国热科院合作 开始尝试培育新品种 我们这边的挂桥率还是挺高的 含油率达到24%的 国外是多少呢 马来西亚的含油率应该也是27% 效果还是相当好的 对 与马来西亚种植的出油率差别不大 这增加了老秦他们投入的决心 高峰时 他们在海南省内的面积 扩重到500多亩 然而眼看一切即将步入正轨 一个意外令他们的规划搁浅至今 油棕的最主要它裹收获之后呢 24小时之内必须加工 它这个棕榈酸要不容易酸败 影响油品的质量 因为当初我们的规划是 在省内三年之内发散3000亩 然后建一个小型的那个加工厂 但是后面整个农村的改革 我们的地拿不到 没有地我们就没地方种啊 专家告诉我们 目前海南省油棕分散种植面积 已有2300亩 但与3000亩的企业加工需求 还有一定距离 就土地 土地如果进行规模化生产 这是自己观念制约油棕产业发展的一个问题 据了解我国油棕种植 源于上世纪50年代 进入新世纪以来 为了降低对国际油料市场的依赖 中央和海南省先后发布了一系列 发展木本油料的产业文件 其中2010年提出了 我国油棕十二五发展目标 要加大新品种引进选育力度 尽快培育一批适合大规模栽培的优良品种 继续开展多点市众 确定市仪品种和市仪种植区域 创造条件 适时推进产业开发 2011年国家启动全国油棕区域性市众 油棕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作为木本油料 它不予粮争地 它可以种在山上 一些贫瘠的地区 不种在耕田里边 几十年间反反复复 油棕产业进展缓慢 那么如何才能摆脱困境呢 1995年我国提出农业走出去想法 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 正式把农业走出去作为国家战略 我现在是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 椰子研究所 那到海外去做油棕呢 不同的时机会碰到不同的问题 那刚刚呢 我们在这儿也碰到了一家企业 它今天到底遇到了什么难题呢 目前呢 我们主要是遇到一些 就是繁殖方面的 特别是高产品种的 怎么去培育 海外目前我们确实也没有这个 这个技术的储备 我们听说咱们椰子所呢 这个有这方面的技术 所以说我们这是寻求帮助 专家们能否帮他们解决问题呢 那我们就通过组合以后 我通过大概是对比多少个期间 我可以盘旗系数 我可以达到种植多少号 可以达到你企业的规模 或者要求 他们是一家 即油料作物种植 加工销售为一体的跨国油脂企业 2006年响应国家走出去号召 落户印度尼西亚 新建油棕种植园和油料加工厂 如今在当地已开发油棕面积 一百多万亩 逐步成为我国行业内领军企业 为了帮助企业代表增加感性认识 课题组负责人 专门带他们参观了组陪室 2020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劳动力紧缺加剧 世界范围棕绿油产量减少 而我国通过推动企业走出去 布局油棕上油种植 科研部门作为后备技术支撑 已成为提高我国 食用油自给绿的有效途径之一 目前的产品的形式应该说是占百分之八十 是作为这个大宗的油脂 比如说大型的食品加工厂 作为它的一种原料 另外大概百分之十五呢 我们是以包装油的形式 比如说调和油 或者是纯的棕绿油 餐饮专用油 或者是煎炸用油 目前相关企业在海外 拥有了三百多万亩的油种基地 所有这些油种的产量 经过加工运回国内 可提高使用油 最几率的每分之二到三 当前油种种植 如何才能提高亩产效益 扩大种植面积 尽快实现棕绿油的加工落地呢 油种现在的经济效益 就不是我们两年前的 经济效益现在是两千五到三千了 现在已经五千到六千了 据了解 目前我国食用油自给率百分之三十一 远低于国际安全警戒线 百分之五十的标准 今年中央也明确指出 多挫并举扩大油料生产 那个品种呢 我们都可以看到 它基本全部都是那个锅肉 看不到这个果核 它这个到榨油的时候的出油率呢 会更高 容易加工 更容易加工 目前热油四号 热油六号油棕 已通过品种审定 有助于推动我国 油棕跨区域规模化种植 我们这个 目前已经 培育出了 既有高产 抗寒的 既有特性的新品系 我们已经在国内的海南 云南 广东 广西 进行示众 将来为我们国内的油棕产业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品种和技术积升 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 世界各国合作紧密 专家透露 国际上共有43个亚非拉国家 种植油棕 主要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 今后国际合作前景广阔 我们通过产业的布局 一个带动了我们国内的这种农 农机或者农业走出去 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满足了国内的市场供给 最终形成了我们多营和供营的一个局面 下一步 我们也将和企业联合 在国外建立境外科研工作站 然后帮助企业 及时的解决 在种植生产过程中 存在的一些卡脖子的技术难题 培育新品种 加大科技创新 布局产业链条 解决好国内国际棕绿油行业成长中的烦恼 对于提高我国食用油的自给率 发挥在国际油料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有着积极的作用 好 以上就是本期聚焦三农 你也可以通过中国三农发布 官方微博 微信 抖音 快手等平台 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和热点话题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